我們說這個迴路人生 他基本上他是一個封閉的空間 那整個看起來又很像是一個預言 彥托覺得他想要傳遞 是什麼樣子的精神 我想不論是封閉的空間 還是其實他也是一個封閉的時間 也就是說他不斷地被困在 這樣的一個時空裡面 而且因為這個男主角 他必須要不斷地去經歷這些 這是他所犯下的一個過錯 所以他就像剛剛我們前面說的 他這其實是一個 他的成長的過程 他從一開始的跟我們一樣 一頭霧水 到漸漸地明白發生了什麼事 可是他覺得心裡面非常的委屈 覺得自己是冤枉而死的 但再到後面 他漸漸明白了一些東西之後 他從一個委屈的心情 變成一個 我知道我的死亡 也許可以帶給別人更美好的東西 所以變成一個 也許我覺得我是犧牲了自己 成全別人 而不是一個純粹的委屈的心情 所以這樣的一個 因為被困在那裡面 有點像一個格物置之的那種感覺 對於一個自己原本看起來覺得 完全是沒有道理可言的 那他不斷地在裡面不斷地經歷 反而從裡面 領悟出一些東西來 在很多的科幻電影裡面 尤其是跟時空旅行 或者說跟 可以操縱時間 你可以回到過去去想辦法 要改變某些已經發生的歷史 或者你可以跑到未來去 可以偷看一些未來的 預知一些未來的狀況 通常這樣的跟時空 時空輪迴牽扯上關係的科幻故事 到最後其實他所想要講的 都不是說 因為我得到一個可以操控時間的能力 所以我就可以心想事成 我就可以對所向無敵為所欲為 反而不是這樣 反而這樣的電影 最後他都想要呈現某一種 我覺得是某一種的宿命觀 那每一個故事都不一樣 也許有的故事 他想要說的是 他經由這樣子 他去發現原來自己是非死不可的 他的死亡是必然的 但是他的死亡 可以成就不一樣東西 或者他發現自己是 某個悲劇是注定要要發生的 再不然他可能發現自己 注定要成為某一個自己 不想要成為的 或者是自己 不認為自己有能力成為的那一個人 這是他的天命 那再不然有些可能是告訴你說 男女主角注定就是要 就是要認識 就是要 就是要相愛這樣子 所以這些不一樣的宿命觀 到頭來他可能想要說的是 你能夠改變的 其實不是發生了什麼事 而是你看待這件事情的角度 也就是一種山不轉 然後路可能也不轉 但是你走在那個路上的人呢 你看的風景的角度 看到的風景 其實是可以不一樣的概念 所以回頭來說 在這個故事裡面 當這個男主角 他經由這樣的一個過程 最後他得到的 其實是一個看待自己的過往 或看待自己 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情 以及看待自己的罪孽也好 冤屈也好 不一樣的角度 那他其實最後是可以超脫的 他其實是可以變得心甘情願的 那那其實就是一個得到救贖的一種概念 像這樣的一個輪迴的故事呢 你所謂的得到救贖 不一定是這個人 他就超脫了這樣的命運 他就逃了出來 也可能是他就欣然接受了這樣的一個 一個必須不斷輪迴的一個命運這樣 其實導演他把這個片名設定為 crual and unusual 就是不人道的處罰 其實在憲法精神裡面 就是罪犯接受國家制裁的時候 政府是不能夠對他採取 就是殘酷 或者是不尋常的制裁 或是處罰 那你覺得導演有想要挑戰 這樣子的一個想法嗎 我覺得的確 當然導演取這樣的一個片名 那他用這個不人道的懲罰 而且形容他是非常殘酷 又非常非比尋常的 這種概念 他當然是要去形容他所創造出來的 故事裡面的這個地域的存在 因為在這個地域裡面 這每一個有罪的人 他們都是一再地去經歷 自己的所犯下的 那個殘酷的過程 而且這樣經歷是無窮無盡的 你只能不斷地不斷地 不斷地一直去感受他 而且你是沒有悔改的空間的 因為即使你已經覺得自己 覺得自己後悔 但是你也並不能跳出這樣的迴拳 而且在很有趣的是在他的那個團體治療的那個空間裡面 除了這些這些加害者以外 還有一些像是像地獄的使者 或者是管理員那樣的角色 那他們是一個一個存在電視機裡面的人臉 那他們會對你罰號施令 然後極言力色而且毫不妥協 那你如果想要質疑他或你想要反抗他 他就光是用一個像念力的東西就可以讓你痛苦不堪 對 所以這完全是一個沒有人性存在的一個一個懲罰的空間 所以他當然是屬於 cruel and unusual的沒錯 那但是我覺得很有趣的一點是電影剛開始的時候 當我們跟著男主角去到這個空間 然後你發現這些人他們站起來 其他人站起來發言的時候 講說我殺了我的父母親 但那個講的表情是完全完全不痛不癢的 完全無動於衷的 那你會覺得這些人講這些他們犯下降的滔天大罪 但他們講話的那個樣子 讓你覺得他是根本沒血沒淚的 那你會因此而感到 感到不寒而栗 但是隨著故事進展 就會明白說 根本就不是如此 是因為這些人 他們 他們已經經歷這個東西 不管是經歷那個過程 還是來到這裡訴說自己的罪孽 這個過程他們經歷太多次了 所以到最後當然已經 已經失去感覺了 所以從某一個方面來看 也許你會 就會解讀說 導演也許創造這樣的世界 他想要說的就是 這樣的一個不斷的凌虐 跟不斷的折磨你的過程 其實是可以把任何人身上的 那個暴力之氣 或者是那個殘暴的邪惡的性格 都可以被洗掉的 但是另一方面也藉由到了故事後段 最後的這個轉折 那這個規則被有點像規則的漏洞 被找到了 或者是原本的這個輪迴 被打破的這樣的一個設定 我反而覺得他想要說的是 其實在任何我們人類文明 你說可以想像得到的那一種 懲罰也好 把一個人關起來也好 那一種歸馴於懲戒的那個極致 我們說想像中的一個完美的系統 其實他永遠都不會是完美的 那個完美的系統其實是不存在的 因為永遠都有人有辦法去去衝破這樣的東西 去做出你意料之外的 你原本所想的因果 原本所想的馴服 原本所想的你要說感化也好 你要說囚禁也好 那樣的事情其實是不可能永遠 永遠都有效的 因為你與其說是人心的不可確定性 可能衝破這樣的東西 你也可以說也許以回路人生來說 他最後要說的其實是人心的那種犧牲小我的 那種比較光明 比較溫暖的那一面 最後還是可以衝破你這樣的 完全沒有人性可言的囚禁 沒有人性可言的一個規訓 所以回路人生裡面 這個規則漏洞是什麼 一定要進戲院去看才會知道 那今天非常感謝燕拓幫我們分享 回路人生 謝謝燕拓 謝謝凱音 謝謝各位 悶恶洞 Hilfe 博膏 這是誰 來自乎 為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